这是一部由一块香蕉皮已经发的血案 充分诠释了什么叫人生何处不相逢 相逢何必蹭相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影片机动部队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早上在某地区发生了一起运钞车抢劫案 四名歹徒抢走了1800万 其中一名武装警员被歹徒击中头部撞累牺牲了 这帮坐在车里准备开工的机动部队的警员 虽然都是正义的花生 维护着地区的治安 但他们也是普通人 个人素质也是良有不齐 当听了这个新闻之后 一些人的反应也各不相同 作为这个小组的领导 老任还是比较有良知的 严厉的训斥了一些人的不当言辞 八个人下车之后 分成两组开始在街上巡逻 马伟哥是当地的一个小帮派的头目 他老爸兔头是黑帮的大哥 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 马伟哥带着四名手下到饭馆吃饭 强行霸占的正在吃饭的长毛的桌子 长毛一看对方人多势众也不敢吭气 其实长毛也不是一般人 他是另一个黑帮老大大眼的手下 饭馆老板可得罪不起马伟哥 急忙帮着长毛换到了另一张台子上 肥雪是反黑组的一名杀斩 也就是基层警队的一个小小头头 这哥们官不大但是官微不小 一名代客驳车的蛊惑仔 因为有眼不识泰山 被逼着坐起了俯卧车 肥雪走进饭馆之后 直接就把马伟哥等人的桌子给抢走了 老板一看形势不对 又把正在吃饭的长毛换到了角落的一张台子上 把腾出来的桌子给了马伟哥一伙 你说这长毛心里能不来气吗 这三桌人肥雪最牛 马伟哥其次 最窝囊的就属来得最早的长毛 由于肥雪仗着自己是警察 强行霸占了马伟哥的桌子 他手下的小弟马嘎不干了 故意划伤肥雪的车 引诱肥雪到僻静处准备将其胖揍一顿 肥雪一看这还得了 于是便开始在后面狂追 马嘎采用了敌进我退敌不动我不动的战术 把常年缺乏锻炼的肥雪累得差点出了血 刚才坐俯卧撑的蛊惑仔一看肥雪走了 于是便用油漆把肥雪的车重新粉刷了医院 现在说回饭馆里面 那位一直受窝囊气的长毛吃完饭 临走时结结实实的给马伟上了一课 马伟哥意识到大事不好 急忙打出头车前往医院 途中司机吓得沙子撩了 马伟在开车前往医院的途中 由于伤势过重不幸挂掉了 肥雪一路追赶马嘎来到一小胡同 此时的马嘎和同伙已经准备就绪了 只等着肥雪一出现就给其来个突然袭击 可这肥雪毕竟是老江湖 他绕到后面准备给马嘎等人来个出其不意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一块香蕉皮把肥雪给撩倒了 这一叫摔的那叫一个嘎甭脆 直接就把肥雪送入了梦乡 听到动静的蛊惑仔们过去一看 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计划 叮领光汤把昏死过去的肥雪给胖揍了一顿 通过肥雪和马伟哥这两个人的下场 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教训 那就是行走江湖不能欺人太甚 一定要记住兔子鸡肋也要人 虽然肥雪已经被揍成了猪头 但为了不让同行们开笑话 表现得依然很强硬 本来美琪想把这事汇报给领导 但是被老任给支持了 老任觉得大家都是同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本来这事也就过去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老任突然发现肥雪的配枪不减 这下肥雪彻底梦圈了 配枪丢了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而且肥雪马上面临着要升职 这件事一旦传出去 甭说升职了 饭碗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了 美琪这边刚想向总部汇报 再一次被老任给制止了 老任让美琪给自己一晚上的时间 他会替肥雪找回配枪 如果到时候真的找不到 那也只能说明肥雪命该如此 肥雪开着他那辆刚刚改过色的汽车 正在街道上行驶的时候 接到了上级领导陈瑟的电话 说马伟哥被杀了 让他赶快过来一趟 肥雪一听就来了精神 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配枪 肯定是被马伟哥的手下给拿走了 为了防止被同事们发现自己丢了枪 肥雪首先来到了模型商店 买了一把样子 跟自己的手枪差不多的模型 然后还DIY上了一下测 别说看上去还真像那么回事 老任带着队员们来到游戏厅 找到了马伟哥的表弟阿满 黄警官首先把游戏厅的监控给掐了 因为这是一场扇耳光的戏 阿满手下有一个小弟 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棱头青 面对着老任等人在到来 显得很不服气 老任可不惯着他 为了逼阿满给马伟哥打电话 开始扇棱头青的大嘴巴了 噼里啪啦连续几十件的撞击 一步步把棱头青给扇哭了 阿满不停的给马伟打电话 但由于马伟此时已经驾喝细游 根本就没法接电话 肥雪开车赶到现场 偷偷的接听了马伟哥的电话 这时候老任才得知马伟哥已经挂掉了 很快重案组的灵灵带着手下赶到 由于肥雪的手机和马伟哥的手机是同一型号 因此这哥们在还手机的时候给弄错了 肥雪的这个行为引起了灵灵的怀疑 他觉得这个有些猥琐的男人 很有可能跟坏人有关系 美其带着队员们巡逻的时候 发现有好几辆汽车的玻璃被砸了 而与此同时 一个骑自行车的熊孩子 不断的在附近兜着圈子 随后老任带着人又抓住了 倒卖假信用卡的酱油帝 可没想到这酱油帝有哮喘 根本经受不住这次语重心长的说服教育 老任把酱油帝抢救过来之后 提醒酱油帝做人一定要试食物 酱油帝认为老任说的很有道理 于是便欣然答应了 并且很痛快的说出了马伟哥手下的藏人之地 也算是一位俊杰了 这个时候上级领导派来了一名传领员 这哥们表面上说是跟着老任学习 其实就是来监督的 对于老任帮肥雪找枪这件事 其他三位很不理解 肥雪跟老任一不沾亲二不带故 犯不上怎么干 江湖大佬祥叔找到了肥雪 说杀马伟哥的虽然是大眼的手下 但大眼对这件事根本就不知情 希望肥雪能跟反黑组的同事把误会争清一下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重案组的灵灵带人找到了卧底 希望卧底能查出大眼的下落 因为重案组也认为是大眼指使手下杀的马伟哥 为了不暴露卧底的身份 重案组的成员对待这位卧底一点都没客气 尽职尽责的把卧底狂循了一顿 老任带着三名队员来到马伟哥手下的藏人地 得知马卡尔等人已经被另一帮人给带走了 出来之后老任给肥雪打电话 才发现肥雪和马伟哥的电话拿错 而与此同时肥雪也发现自己拿错了电话 这个时候马伟哥的老爸秃头打来了电话 肥雪跟着秃头来到楼上 原来马伟哥的那几个手下是被秃头给抓走的 秃头之所以抓他儿子的手下 无非是因为这几个人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儿子 据此肥雪认为自己的配枪很有可能在秃头的手里 秃头也没有否认 他让肥雪把大眼约出来 这样他才能把配枪还给肥雪 肥雪虽然回答的很正能量 但他转念一想 如果不把大眼约出来自己的配枪又拿不回来啊 配枪拿不回来自己的前途就彻底断错了 思来想去肥雪认为还是得以个人利益为主 于是便把大眼给约了出来 然后肥雪又在某冷饮店跟老人见了面 因为秃头和大眼的决斗会在凌晨四点在广东道举行 为了能让两位江湖大佬顺利的一决刺雄 肥雪希望老任何队员到时候能绕过广东道 不要打扰两位老前辈的好事 就在这个时候 重案组的灵灵带着人突然出现了 肥雪一看大事不好 没头就跑 他找了个公用电话给秃头打了一电话 告诉了秃头前往西天的时间地点 这哥们刚打完电话 急着打电话的背包弟找到换铃钱了 背包弟五官端正看上去不像是坏人 肥雪连钱都没要就走了 这时候灵灵接到了卧底的消息 说秃头凌晨四点会跟大眼决斗 要说这秃头真不会是老大 单枪匹马就杀了过去 但他可不知道 重案组的灵灵等人正悄悄地尾碎在他的身后 本来老任已经答应肥雪不去广东道 但传令员的一番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错下去了 尤其是还有可能连累手下的队员 广东道的街边 美其及其手下终于发现了砸汽车玻璃偷东西的罪犯 就是那个骑自行车兜圈子的熊孩子 现在最白转挠心的就是肥雪了 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认为作为一名警察 不应该为了死里让兔头和大眼决斗 可当他给大眼打电话的时候 大眼开着车已经来到了广东道 很快几路人马全都汇集在了广东道 这其中有为儿子爆出的兔头和赤蛙的大眼 砸汽车玻璃偷东西的熊孩子 那个找肥雪换灵前打电话的背包地积极通火 这个看上去像是正人君子的背包地 其实就是开头那骑抢劫运钞车的四名劫匪之一 这天晚上本来他要和其他三名劫匪一起争算出逃的 可没想到四人刚一会合就遇到了兔头和大眼的决斗 我方一共有三路人马 除了老任和美琪带领了两个小组之外 还有跟踪兔头来到广东道的重案组灵灵等人 现在的形势是 兔头认为是肥雪把机动部队的人招来的 大眼认为肥雪骗了自己 现在的肥雪是里外不是人的 而抢劫四人组则认为警方是来抓捕他们的 接下来由秃头打抢第一枪 枪声一响 抢劫四人组马上就逃出了枪 机动部队一看还有意外收获 于是叮叮光当就开了枪 秃头和大眼两人都是抗击大能力非常强的选手 两人互射触发子弹依然屹立不倒 重案组的灵灵本来也想参战 但毫无实战经验的他刚打开车门 就被背包地的枪吓得是花枝断颤 这位平时比谁都横的大姐 此时吓得连头都不敢抬了 秃头和大眼这两位江湖大佬 最终在这场枪战中双手化蝶了 三名刚刚出场的劫匪虽然很凶悍 但我方火力强大 哥仨最终领了盒饭了 现在来说说通过换灵前 已经建立初步有益的背包地和飞雪 枪声响起来之后 飞雪下意识地掏枪朝背包地开枪 当他想起来手里的是玩具枪之后 想解释已经来不及了 有益的小船在这一刻已经彻底翻了 背包地一看这胖子居然敢向自己下毒手 于是便追了过去 飞雪慌目择路 再次跑向了之前丢枪的那个胡同 在同一地点 飞雪再次踩中了香蕉皮 但这一次命运眷顾了他 原来他的枪在上一次摔跤的时候 甩在了垃圾的下边 当背包地追过来刚准备开枪 被飞雪一枪给包了头了 这下飞雪终于扬眉吐气了 看着刚刚恢复神志的灵灵 飞雪还不忘了说两句风凉话 这是个超级大的烂摊子 现场一共死了六个人 报告应该怎么写这是个技术 不过这帮人全是老员工了 经过一番商量 向上级递交了一份完美的报告 报告中提到的那四名劫匪 并不是偶然被干掉的 而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结果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数唐诗压经吧 命运向来很无常 人性极力在隐藏 道德时而左右百 唯有良心去衡量